委員不在 請王玉銘委員尋找 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是不是有請曾次長 好,請曾次長 王玉銘好 次長好 今天本席有提出來關於這個生權法裡面第六十四條之一的修訂 那第六十四條之一的修訂其實也是去年十月爆發這個親民教養院院長不當的去毆打院生這樣的一個案例 那當時本席就看到說 其實你們當時在這個行政工具上面非常的有限 因為在我們的原來的這個生權法裡面 並沒有對於這個機構的負責人定出消極資格 所以當時呢 他發生這樣的暴力事件的時候 我記得在委員會質詢 當時部長其實 享用一些方法 但是呢 就是沒有辦法引用法律上面 來做一些的懲處 我第一個要請教 就是去年親民教養院這個案子 後來你們是用什麼樣的行政方式 讓這個院長去職的 調離他原來的職務 後來去職 你們有引用法律嗎 法律上面有讓你們可以引用的空間嗎 跟委員報告 那個親民教養院那個案例 後來我們有會同 苗栗縣政府 那對於院的董事會 去跟他說明了他的一個利害關係 那後來那個院長他就自動來辭職這樣 所以後來是董事會自己做成的決議嘛對不對 並不是由主管機關 引用這個法令去開法嗎 因為主管機關的部分他是有做開法 但是開法是因為他沒有辦法去動到負責任 他是虐待你的身心障礙 那今天本席提出來這個修法意見 正在主管機關 你們知不知此 未來如果發生像類似親民教養院這樣的案例 我們一旦修法通過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你依著主管機關依照法 你可以要求這個機構負責任 如果他有發生這些不當的事件的話 要求他調理他現行的職務 你的行政權其實就可以指揮 那委員所提的這64條之一的一個修正案 剛剛我們也報告了 就對這一個部分我們是支持 但是委員在這一個部分 他是包括負責任跟工作人員的部分 那是不是在範圍上還要再去做考量 我們是做這樣建議 好 這個部分待會可以討論 因為我當時提出這個修正 主要我覺得機構負責人或主管 其實是最關鍵 因為他們權力最大 如果濫用他的權力 也會對裡面被照顧的人影響最大 這個待會可以再來討論 另外一個接下來本席要討論的 就是剛剛提到的 最近大家一直在討論說 生障者免排照稅 這個部分 我不曉得過去你們到底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這樣的一個問題 討論這麼久 為什麼沒有辦法針對這一種 他其實來冒用冒領的現象 甚至是這一種進口名稱 他還要來用這樣子的一個牌照 這樣的一個浮爛的現象 可以有一個有效的做一個防堵的措施 為什麼都實施不了 遇到阻礙是什麼 市長你一直在這一個 就是身上主管你的業務 你覺得他實質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為什麼動不了 是選舉的因素呢 還是是查不到呢 還是是沒有一些法令的依據讓你們用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第一個先跟那個委員報告 這個它是依照牌照法的規定 給免稅的部分 那目前來講 可能財政部在執行的時候 就是查核上的問題 那假如說 我們的前提 是身心障害者本身 他臨用那個 那個駕照 那自己來開他 車子的話 原則上免是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這個你們都掌握得到 這個財主單位還有交通部的監理處 他一查核都可以查核得到 沒有問題 那這個問題是同戶的人裡面 但是現在就是說 第二個 因為他法裡頭是說 同戶的一人 對 那同戶的一人 那就說 要不要 因為他沒有去限制 親等的一個關係 那只要同戶 所以現在就變成 他在查核上 會有一個困難 因為開的人不一定是 身心障害者本身 那車輛的所有者 可能是身心障害者 本身的一個部分 所以當時比較寬的設定說 同戶的人也可以讓他這個免牌照稅 用意是說他要開車去載這一個身心障害者 因為當時候是說 我們身上朋友有的狀況是他自己不能開車 但是需要 需要親友來載送他 來載送他 那就你們第一線的了解 這樣的情況多不多 就是說同戶的人持有這個 這個 就是他免稅 免牌照稅 但是他又可以去接送他的親人的 這樣的比例到底高還是不高 因為過去我們看到很多的康復八事 其實還是供不應求 就是說看起來這個身心障礙朋友 他行的需求 好像並沒有透過你這樣子的一個 行政的家會的措施 因為如果按照你這樣子 你現在總共是有62萬 62萬的車輛 那如果說這個同一戶都可以去幫忙服務到他家裡這個身心障礙者的話 這個服務量算是很高 就每兩個身心障礙朋友有一個已經可以被服務到了 但是本期是看到像現在康復八事 甚至我們看到民間有這個多福接送 他都可以變成是創櫃版 表示說 身障者他行的需求量還是很大 所以當時你這個美意啊 就同戶 就是說讓他可以有一個是這個免牌照稅的美意 是不是真的善用到這一些身障者身上 你們掌握的情況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剛剛委員所說的那一個狀況 就是說親友來接送的這個狀況 因為實際上的數據 我們是沒有去掌握整個數據 但是是有那個狀況 到底比例多少可能還要再了解 我覺得這個部分你們要好好去查 因為該改善的也是這個部分 最會被濫用的也是這個部分 如果他是身心障礙者本身還可以領有這個駕照的 我覺得這個沒有問題 這是我們給他最大的誘惠 但是他宣稱說他是可以來服務這個身心障礙朋友 但結果是自己把這個牌 牌照就是濫用服用 甚至就是因為那些高價的進口車 他免得牌照稅的範圍比較大 然後被濫用就是這一塊 那我覺得你們設政單位跟這個財組單位 應該是要可以連線 就是這一塊如果你們掌握得很清楚 譬如說他比例很低 那就應該回過頭來修正 這個部分就是親屬的部分要怎麼樣修正 他可能是要採取一個重演而不是一個重寬 因為表示說原本這樣一個政策 怎麼一並沒有被落實到實際的這方面好不好 你們要回去好好查一下 謝謝 好 謝謝